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在迅速扩张的半导体行业占据主导地位。 它引领了对人工智慧、AI技术至关重要的尖端晶片的开发。 台积电高管曾在大流行后,晶片行业库存过剩时警告称, 不断恶化的宏观经济和地缘状况可能会影响消费者信心。 然而,台积电稳健的财务业绩再次证实了其核心业务在诸多不利因素下的持续增长。 2024年一季度,台积电营收,规模净利润均实现同比增长。 其合并营收约5926.4亿元新台币,高于此前预估的5834.6亿新台币,同比增长16.5%,创一年多以来最快增速。 若以美元营收为188.7亿美元,同比增长12.9%,净利润约2254.9亿元新台币,高于此前预估的2149.1亿新台币,同比增长8.9%。 在人工智慧热潮下,对先进晶片的需求激增。 台积电3奈米晶片占总晶圆营收的9%,5奈米晶片占37%,7奈米晶片占19%。 在强劲的营收增长的推动下,台积电的每股收益为1.38美元,超过了多数分析师预期的1.30美元,也超过了上年同期的1.30美元。 净利润也大幅增长8.9%,结束了连续三个季度的下滑。 随着对其3奈米和5奈米晶片的需求强劲,台积电的营收和盈利应该会继续增长。 然而,其业绩可能会受到智慧型手机业务季节性因素的影响。 另外,台积电的4月业绩让人眼前一亮。 2024年4月实现营收2360.2亿元新台币,同比增长59.6%,环比增长20.9%。 2024年1月至4月实现营收86.65亿元新台币,同比增长26.2%。 台积电董事会同意派发2024年1季度为股4元新台币的现机红利。 台积电还预计第二季度销售额为196亿至204亿美元,增长率将达20%区间中低端。 这家晶片巨头还预计,毛利率将在51%至53%之间,营业利润率为40%至42%。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台积电第一季度计表现强劲,4月营收亮眼,这家半导体龙头的全年展望依然偏谨慎。 在随后的法说会上,台积电指出,除AI以外的下游需求不及预期,下调2024年全年不含记忆体在内的半导体行业,增速至10%,而此前预计超10%,下修全球晶圆代工行业,增速至15%至17%,而此前预计20%。 整体需求依然偏弱的背景下,AI已然成为半导体行业最重要的增长动能。 AI业务更强的公司有望与同行拉开差距。 有业内人士在解读台积电遗迹记报时表示,除AI板块外,其余产业复苏低于预期。 传统半导体行业复苏力度有待观察,预计AI算力需求持续强劲,AI端侧需求潜在空间巨大。 AIPC,AI手机等引领高端化,有望带来台积电,更先进制程需求提升。 整体半导体行业复苏缓慢,AI强劲需求带来结构性分化。 不过,展望未来,人工智慧晶片还是会为台积电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人工智慧晶片将成为2024年增长的关键驱动力。 该公司预计其高效能运算晶片的需求强劲。 2023年,由于来自各个领域的强劲需求,人工智慧晶片市场规模在2023年达到了创纪录的230亿美元。 人工智慧市场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呈指数级增长,到2030年将达到1510亿美元左右。 这凸显了台积电等半导体制造公司在这场人工智慧革命中保持开发和制造先锋地位的重要性。 台积电近年以来,股价上涨近40%至143.60美元。 尽管如此,Seeking Alpha撞导人E.N.S. Zompanos认为,台积电仍有望进一步上涨。 Zermpnose预计台积电在乐观的情况下可能达到185美元,并在2024年底稳定在150美元左右。 斐博纳契回撤位,暗示关键支撑位为123美元。 在下行轨道上,109美元是关键的中期支撑位。 不过,Zompanos表示,考虑到目前的价格势头跌至这一水平的可能性较小。 从相对强弱指数RSI来看,台积电股价处于中性状态。 考虑到近期高点,存在双顶形态,这表明价格有进一步下行的可能性。 相对强弱指数在顶部缺乏看跌背离,表明由于在历史高点没有历史阻力,股价有望进一步上行。 另外,量价趋势VPT指标非常看涨。 2024年股票价格没有明显的反转下行趋势迹象。 台积电近期表现疲弱,可归因于对半导体市场的更广泛担忧。 不过,台积电的业绩仍然稳健。 随着人工智慧市场的增长,台积电管理层也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强劲的人工智慧晶片需求趋势应该会抵消个人电脑和智慧型手机市场疲软的影响。 因此,Zermpnose认为,最近的回调可以说为长期投资者提供了独特的买入机会。 另外,据国外媒体报道,回答的Blackwell系列人工智慧GPU才开始出货不久, 其下一代架构就已经开始浮出水面。 报道称,回答新架构的代号为Rubin,是以美国天文学家Veylon Rubin来命名。 预计将在效能上实现跨世代的飞跃,同时重点关注降低功耗,以应对未来运算中心的扩展需求。 据分析师顾明基透露,基于Rubin架构的首款AIGPU-R100预计将于2025年第四季度进入量产阶段。 这也就意味着R100可能会在更早的时间量下,以便客户进行评估,并在2026年初开始收到这些晶片。 R100预计将采用台积电的3奈米UE FinFT工艺,与当前的Blackwell B100相比。 R100将采用4倍光照设计,并继续使用台积电的CoV-SL封装技术。 此外,R100有望成为首批采用HBM4堆叠记忆体的晶片之一,预计具有8个堆叠,尽管具体的堆叠高度尚未明确。 目前,GH200和GB200的CPU采用台积电N5制程,今年推出的B100则采台积电N4P制程,同样是CoV-SL封装。 至于,GR200很可能采台GN3制程,代表Grace Ruben GR200CPU加GPU组合,可能采用在300米节点上制造的全新Grace CPU,并可能采用光学收缩技术,以进一步降低功耗。 目前,B200GPU配置功耗最高可达1000W,GB200解决方案功耗最高可达2700W。 数据中心运作时,供电和降温将预挑战。 因此,顾名机推测,汇达认识到,AI伺服器耗能已成为云端服务供应商CSP和超大规模服务商HyperScale采购与数据中心建置挑战。 因此,R系列的晶片与系统方案,除了提升AI算力外,设计重点之一是改善耗能。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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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ł 感谢观看